12月5号晚上7点 本西市西湖区的交警邹晋在辖区内巡逻 我先检查了一辆路边的三轮车 然后这时候我发现另外一侧到右侧有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停在路边 这辆车当时距离交警有十几米远 停在那儿没动弹 正常来说这没什么不妥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交警觉得这辆车有问题 白色的吉普车开出去几十米就遇到了一个路口是红灯 这个时候交警赶紧上前 亮明身份 试图对车辆和驾驶人进行检查